好,那我们现在来教一个更困难的韩式 更困难的韩式 但它其实内容还蛮简单的 可是你要知道什么可以算 什么不可以算 这件事太重要了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你知不知道在这张资料表里面 唯一值是可以排名次的 对吧 请问排名次是不是只有唯一值才能排序 才能够去做那个排名的 举例来说 请问这张订单里面 什么可以当做是唯一值 请问一下 地区出现过几次 在订单里面 例如说地区 地区在这边 请问东北出现过几次 很多次对不对 请问在这个地方订单的地区 能不能排名次 不行 请问一下 这个指类别 指类别 美数 这个指类别 在这里面出现几次 很多次 所以请问你 能不能排出来 美数在这里面 第几名 不行 这是 这是你要去做那个 RANKX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因为很多人都不晓得 像我一刚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RANKX这么简单的一个函式 反正就是排名次 应该没有什么困难的 结果后来我忽略了这一件事情 请问一下 这是假设第500名 那请问这变成561名 然后562名 可是他在这边 他只能排美数 他是第几名 是不是就产生了逻辑的错误 所以这里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好了 请问一下这里面 城市会不会重复出现很多次 会 客户ID呢 会 客户名称呢 会 客户分类 哪一个审 或者是 什么 订单日期 请问能不能归定说 一天只能有一笔订单 不行啊 对不对 好 你一天只来一个客户 不能这样规定啊 所以在这个地方 没有一项是可以 去做这件事的 没有一项可以做排名次 好 可是 请问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这个订单ID 订单ID 请问这个订单ID 是不是可能会重复出现 可是这个订单ID 它不会重复出现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写了一个1 可是你有没有必要去填 你有没有必要去算出来说 哪订单的第一名 被退货订单的第一名 第二名第三名 好像没有人去 去算出来这件事 那我现在为了我们教RMKX 方便起见 所以我要把第三张资料表 所以我要把第三张资料表叫进来 然后接下来请你们去选第三个 叫做销售人员 因为销售人员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地区 东北中南 请问它里面就只有六个地区 所以它有没有重复 没有重复 没有重复 是不是可以排这个名次 这一定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点选再入 再入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资料表 它叫Column1,Column2 所以是不是要去编辑一下 首页底下这边编辑查询 编辑查询 然后请把第三张资料表叫做什么 销售人员 这边要改成什么 使用第一个资料列 作为 做为什么 作为标题 为什么上一次课程已经讲解过了 所以你们应该了解这件事 你看都是文字有看到吗 不管是记录也好 不管是标题都是记录 所以不可能没有记录 只有可能没有栏位名称 因为他觉得没有栏位名称 所以他就刻意塞了Column1 Column2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关闭并套用 请问一下 你会不会做到这件事 应该没问题 这边地区连都不用连 他已经自动帮我产生 关联性 我刚没有做关联性 对不对 我去玩这个资料 他就自动帮我做关联性了 然后接下来我新增一张资料表 我来去做做什么 做排名顺序 所以一样先 我先做一个详细资料表好了 第三张资料表 第三张资料表 地区 那地区是按照什么来做排序的 销售额 我先把这个销售额 销售额提供给各位参考一下 好 我能不能去算出来 各个地区的销售额 可以吗 地区的销售额 那是不是就点什么 订单里面的销售额 他就算完了 对不对 我只是为了要告诉你 等一下我算完的第一名 第一名是他 华东地区 可以吗 我只是为了要告诉你这件事 那为什么我点销售额 他这边就会产生这个值 是因为关联性已经建立好了 所以他就自动可以帮我们算这件事 好 请问我可以再继续讲那个RANKX吗 因为现在这张资料表 应该你很会做才对 就是你要先把什么资料叫进来 销售人员销售人员这张资料表 从取得资料叫进来 叫进来完毕之后 再做什么事情 新增一张资料表 视觉化的报告 然后我们做透过详细资料表 来去做成这样子 好 接下来我要介绍 介绍什么呢 我要介绍RANKX 我要去排出名次 谁是第一名 华东 第二名 中南 怎么做这件事呢 首先 首先 我要在 华鼠右键在订单里面点 还是在退货里面点 还是在销售人员里面点 要在销售人员这边 因为只有这边的地区是唯一值 排名次一定要在唯一值那边排名 好 华鼠右键点选地区 然后点 请问是新增量子还是新增资料行 新增量子 新增量子 我不是要加在那个资料表里面 好 例如说这边是那个销售名次好了 地区销售名次好不好 就是按照地区别来去排的销售名次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R-A-N-K-X 你看 当我点完R-A-N-K 它只有什么 它只有R-A-N-K-X跟R-A-N-K-E-Q 先不管EQ是什么 可是 这边我们要看到 R-A-N-K 然后X X是不是要加运算式进去 就是排名次要符合什么运算式 好 那接下来我就选R-A-N-K-X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叫做资料表 看一下 看一下 你看第一个是不是资料表 然后第二个是不是 销售额的值 因为它这边 这边 有看到 这边产生这个乱码 乱码 好 如果要看到更多详细完整 我也只能给你们看这个内容 就是R-A-N-K-X Power BI 这个 韩式 然后 第一个是资料表 资料表没问题 第二个是不是运算式 运算式 然后接下来 这两个几乎都是空白 空白 然后接下来就是排序的方式 好 所以第一个 第一个是不是资料表 资料表的话 就是我们的销售人员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是不是我们的销售额 可是销售额这边 我们的什么 这个叫做销售人员 销售人员里面有没有 没有 好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选 必须要去选之前的 可是这边有没有销售额 没有啊 所以怎么做 所以我们必须要用 上 加总 加总里面的销售额 然后逗号 逗号 前面这个逗号是直 所以我们忽略 它就用零来呈现 然后就是它比较的结果 它是用比 然后要呈现的顺序是 递增 最后我们放一个零 又刮鼓 然后我们把这个地区销售名称 地区销售名次勾选 越做越错 这个地方我必须要先算出来 销售 才对 这个地方我必须要先算出来 销售额 这个地方销售额要怎么算 新增 我必须要在这张资料表 这张资料表 我要产生 就是东北有多少 中南有多少 所以是不是要用新增资料行 滑鼠右键 新增资料行 然后这边的资料行就是 地区销售 地区销售 等于什么 等于 SUM里面的 订单的销售额 奇怪 这边真的有点怪怪的 因为我已经关联了 所以他刚刚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刚刚是不是这样放 所以他出现的数值 大家全部都统一 全部都是什么数值呢 就是1600 就是那个总total 可是因为我已经做了关联 他应该不会出现是 这个数值 我去检查一下 看看什么地方有错 你们先把这张资料表 先做好 好 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 反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名次搞定 因为刚刚我 我现在不知道 是什么地方出问题 我就只把销售额 叉叉拿掉 就正常了 我又再把销售额再移回去 还是正常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我不能解释的 好 不过请稍微注意一下 这张资料表 因为我看到 大概全班都有 至少产生到这个地方 但是请把这个销售额拿掉 我的意思是说 真的不要用这边的销售额 我们一定要自己先想办法产生销售额 例如说怎么做计算呢 我重新来讲一下 点选这张资料表 然后这张资料表呢 我们只能够针对 针对这个单一出现的这个地区 来去做名次的一个排序 好 所以我先把这个标题 设设大一点 然后值设大一点 我想这应该都没有问题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需要有各地区的一个销售金额 来当作参考 所以滑鼠右键在这边 请问是点选新增量值还是新增资料行 新增量值 因为我是去计算说 中南的总值是多少 西南总值是多少 西北总值是多少 所以是新增量值 然后接下来 这边我就叫做地区销售额 地区销售额 例如说2 刚刚已经算过一次了 然后我用加总的方式 加总算什么呢 拉到最下面这边订单 Enter 这样子的话 我是不是勾选这个地区销售额2 我就会出现这个正确的资料 就是中南地区总销售4.1个百万 西北地区销售81万 好 依此类推 是不是算出这个数值 再接下来 我是不是要直接算名次 我就依照这个地区销售额2 来去排序就好了 所以怎么做呢 一样滑鼠右键在销售人员这里面 滑鼠右键 新增量值还是新增资料行 新增量值 因为这个名次 名次不是固定的 而且它就会只产生出 比如说中南一个名次 西北一个名次 然后我们会随着 随着就是订单那张资料表的变动而变动 好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用新增量值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选择是名次2好了 比如说地区销售排名 然后rmkx 接下来是不是放资料表 放资料表 其实我可以直接打一个 一撇 直接去找资料表 也可以透过这个over over它就只能放所有的资料表 就是这张资料表的所有内容 所以它叫over 订单 不是订单 因为我要排序不是排订单 我是排我的销售人员 然后接下来呢 运算是 运算是是不是就以这个地区销售额2 地区销售额2 所以去找地区销售额2 这边销售人员的地区销售额2 逗号 接下来这边值排序 0的话是asc 就是越大的值排第一名就对了 然后又刮符 然后接下来这一张资料表 勾选这个地区销售排名 它就出现这个排名了 请切记前面不要去放别张资料表的什么栏位 你要记住 我刚刚就是因为我前面是不是放了这个 我这张资料表 我的这个销售额是来自于这边有看到吗 来自订单的销售额 所以刚刚在这个地方我刻意是把它删掉 然后再还原 诶这边正常了 好 不过现在重点 你看哦 华东是不是第一名 然后中南第二名 可以知道我现在在做的事情 那请问一个逻辑问题 它为什么第一 对现在就只有一个总计 对吧 听得懂哦 因为同学一定会问我说 老师这边加起来不是一啊 一加二加三加 不是这样看的哦 这边是一个summary 这边它的意思就是 这边只有一个数值在那边 可以比 所以怎么比都是第一名 可以吗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这件事 因为真的会有同学问我说 为什么这是一 我说就只有比这个数字而已 好 那请你先动手做到 就是一口气 把这边 这边增加一个地区销售额 跟 对不起 这一张 地区销售额 跟什么 地区销售额 排名 我想这样应该不会做错了 千万别放别张资料表 我不知道为什么放了别张资料表 居然产生错误 好 那我们现在必须要赶快把握时间 这个范例就先暂时介绍到这边 各地区的销售排名 记住哦 谁可以做 谁不能做 各地区销售排名 然后我就先直接把它关掉了 我说过来 这个项目搜尾